美国和欧盟宣布将进一步扩大对俄罗斯能源金融和国防领域的制裁 以惩罚普京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军事干预 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威胁除了限制进口以外 俄罗斯政府可能采取其他限制措施以报复西方世界的制裁 普京也表示制裁作为对外政策的工具效果并不大 尤其是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来说 但是美国白宫回应 已经有很多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俄罗斯经济的展望 俄罗斯想重回国际社会需要做更多努力 欧盟承诺 如果俄罗斯能遵守乌克兰东部停火协定和其他和平计划中的条款 他们可以考虑取消部分甚至全部的制裁